诸葛亮从来不问刘备,为什么我们的坚那么少?关羽从来不问刘备,为什么我们的士兵那么少?张飞从来不问刘备,兵临城下该怎么办?于是就有了草船借鉴,有了过五关斩六将,有了巨断水桥,下垂曹兵。 赵子龙接到进宫的军令时,手上只有二十个兵,收获成果时,已攻下了十座城池,多了两万兵,增加了三千匹马,军令上只写着攻下城池,如若万事俱备,你的价值何在?孙悟空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,猪八戒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,沙河上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,白龙马也是在取经的路上碰到的。 所以想要碰到可以与你一路同行的人,你必须先上路,不是有了同行者才上路,而是因为你在路上才会有同行者。 今天如果你还在抱怨,不去努力,就一定成就了别人,你不做别人会来做,你不成长,没有人会等你,做生意不是先有资源才能办事,而是办事过程中逐步积累和整合资源。 现在你做的每一件看似失败的事,都是在为未来积蓄能量,懂得改变思维,放眼未来现行动,你就赢在了成功的起跑线。 你认同吗?认同的关注点赞,每日更新。 给他们感受到适合十分的功率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